主着辅助轮靠着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走上台 小杰想告诉大家我做到了 换有多重障碍的六岁小弟弟小杰 出生时因为早产造成脑性麻痹不良于心 小时候甚至只能靠着肚子在地上爬行 四岁时在医院复健师的经济下 小杰开始接受早期疗愈 现在能上台领市长奖 妈妈跟奶奶都相当感动 你看一下 这次市长要给你的讲座 你想误会有这一天吗 当然啦 这是我的梦想 梦想有一天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走出来 可以不用使用自行去这样走出来 这是目前最大的愿望 也希望她上小学的时候能够活泼快乐的上课 我心脏不好都会把我拿切一下 所以我照顾到有结果 我是希望她说 我照顾到有结果才能够活泼快乐的上课 让她身体健康快乐的上课 自然自己走路 玛丽亚基金会5号上午举办早疗毕业典礼 共有22位毕业生 虽然小小年纪就必须面对许多挑战 但这些孩子从不退缩 而跟小杰一样乐观向前的 还有小艺和小硕 校方称他们为轮椅三骑士 毕业典礼这天 他们也代表同学上台接受受期 其实在我们国内 就是专办这种花展翅膀儿童 早期疗愈的机构其实是不多的 在这里我要代表市长 跟我们玛丽亚学员的老师 还有我们园长 还有家长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那我知道花展翅膀儿童 家长要花掉很多的时间 比如说他们今天在订很多的计划的话 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帮了忙之后 回去家长还是要必须按照 老师所定的这个计划来配合 那学生才有办法这么进步 吹响号角勇敢挑战未来 接受早聊的孩子 需要比别人更多爱 关怀和耐心 看到自己的孩子 能够开始跟上脚步 走向幸福人生 台下参加孩子毕业典礼的妈妈们 是一个比一个还要感动 远均台中彩虹报道